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大家车言论 其实最近这几年啊 比亚迪这个品牌 在我们中国人心目中 或者我们对比亚迪的印象 可以说是在不断的提升 那我觉得除了它技术层面一些进步 例如什么DM技术 或者电池 刀鞭电池这些 其实它最重要的是 它的车越来越好看 讲到比亚迪的设计 那肯定就要提 那个大名鼎鼎的Dragon Face 就是龙脸了 其实当时这个脸 刚出来的时候 真的非常的惊艳 它最早的雏形 其实出现在Zone Max上面 但最终完整 最好看的形态呢 就在2018年出来的 比亚迪唐的身上 我记得啊 当时这款车出来的时候 交易商还出现过加价的情况 那对于比亚迪来讲 当时真的是一个破天荒的事情 那现在鼠鼠手指啊 三年就这么过去了 那比亚迪这款唐 其实也迎来了一个中期的改款 我们这次就拿到了 这台唐EV 那我就和大家来聊聊 这款车改款之后的一些变化 我们这次拿到的版本啊 全称叫做四驱高性能版 创世旗舰型 和名字相当的长啊 听起来也很霸气 那这台车的确也卖的不便宜哦 314,800 它的中期改款车型呢 其实跟旧款是没有很明显的变化的 至少在我看来这个外观还是相当的好看 一点都没有过时啊 它这个龙脸也好 修长的车身线条 包括那22寸的那个大的轮圈 还有Brambo的刹车卡钳 把这些东西全部保留下来了 现在看真的很好看啊 完全没有必要说为改而改 去改动这些非常好看的元素 当然我再提醒一下大家啊 因为现在已经出来了唐的DMI车型 那它们的中网呢其实是不一样的 下次大家也可以留意一下 实际上呢我们肉眼可见啊 改动最大的地方就是这套内饰了 我一打开车门啊 就会发现其实这套内饰比老款啊 好看的真是巨多 老款呢这个中空台呢还是比较呆板的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 那现在呢多了很多线条上的变化 就像中空台下面呢 有了这种弧线等等 还有各种的曲面 看起来是很高档的 而且呢用上了一些钢琴漆的面板 下面还有一长条的虎皮 液晶仪表盘的两侧 还多了一点点暗纹 那我觉得这些真的是非常的讲究啊 其他的部分像液晶屏幕 像中间的触控屏 其实都是我们现在很熟悉的 跟汉EV上面的都是一模一样的了 大家也知道啊 我们是自己买了一台汉EV的 但相比之下呢 我是觉得这台唐EV的内饰设计啊 只比那台汉EV还要好看 尤其是配色啊 更符合我的审美 因为之前这个红色被大家吐槽的不行啊 现在的这个配色非常的高档 那在换档啊 后面其实大家会发现 它有一个雪地模式 这个是新增加的 如果我们把这个雪地模式打开的时候 它整个液晶仪表盘呢 是会换成了一个雪地的背景 还有一点点小雪花 我觉得这个小戏器还是挺有意思的 至于它空间那方面呢 其实跟旧款呢 是没有什么变化的 还是七座的布局 但是它的座椅的纹路啊 看上去呢 是比之前要更好看的 更加的高档 那些花纹等等的 还有一些打孔 手感也很不错 那第二排座椅呢 同样是可以前后移动的 还是做的比较舒服的 但是第三排座椅的空间呢 就真的有点勉强了 大家就不要对它期望过高 应付一下短途出行就没问题 但长途的话 那个小板凳 我估计也舒服不到哪去 其实这次中期改款呢 唐1V的底盘架构呢 是没有任何的改变的 但是它的电池呢 这次终于换成了 他们自己的刀片电池 从82.8度增加到86.4度 所以它的续航能力方面呢 是有一定的提升的 那它的前置单电机的版本 增幅就比较大 565公里 比过去多了 好像30多公里吧 但四驱版本呢 它由于后驱动电机 功率是增加了 所以续航反正只增加了5公里吧 但是它百公里加速时间 依旧是4.4秒 现在开电动车 很多朋友都会关注 这个能量回收啊 是不是可以调节 唐1V上面呢 它是有两档可调的 不单这样 它连转向助力 还有刹车踏板的力度 都可以有两档调节 我觉得这个还是挺符合 中国人的这个需求的啊 转向呢 其实它的手感是要比 焊液比较好一点 尤其是把转向助力调到运动模式下面呢 我觉得它的那个力度是刚刚好 而且也非常的舒服 也不会太轻 那刹车大板呢 如果在舒适模式下踩的越深 自动力就越大 我觉得这种线性的感觉呢 可能更适合之前是从汽油车转过来开电动车的那些朋友 但不论怎么样 至少有这个选择就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习惯去调整 不会出现一些不适应的情况 我觉得这尤其是对于驾驶安全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可能是由于电池的原因啊 整台车呢 它的重心更低 它开起来呢 比起汽油版 还有DMI的版本呢 似乎要更沉稳一点 整体的行驶质感呢 真的是更好的 保持了一定的路感 但是呢 又很舒服 不会让你觉得很颠 不会觉得让你很烦 开起来还是很家用的 那如果一些紧盖或者减速带的时候呢 你听到下面咚咚咚的几声 非常干脆就过了 我觉得这是很好的 前面呢 讲了唐1V的这么多的优点啊 下面我要讲一下它的一些不足啊 第一 就是它的轮胎太薄了 22寸的轮圈 它的扁平比只有40 在日常开起来的时候呢 尤其是水泥路上面呢 它的路灶会稍稍有点多 再加上呢 它整体的隔音其实是不错的 但唯一呢 就是这个胎灶 有时候会有点烦人 第二呢 30多万的这一款车 居然没有配备自动驳车功能 我一开始我都是不相信的 我是仔细查了官方的配置表 我才确认了这个事情 再去看了一下它具体的这些配置啊 原来它是比翰1V呢 要少了4个雷达 所以呢 它自动驳车的能力呢 是比翰1V要弱一点的 当然它旧款也没有 我觉得这个是需要加强的 第三点呢 是我觉得它的自动驾驶能力方面呢 还是需要加强的 大家都知道 现在买电动车 一个很直接的预期 就是它要有一些高级辅助驾驶的功能 但是在这方面呢 唐1V目前还是不具备的 我觉得对于一款30多万的电动车来讲呢 这真的是不应该啊 现在呢 唐1V最直接的对手是大众的ID6 这两款车 它们的价格相近 大家也都是7座车型 空间呢 其实也很接近 但唐1V它的动力就更强 可能一些配置会稍稍更高一点 而ID6X呢 我们之前也讲过了 其实这款车非常的平衡 也很难有什么让你吐槽的地方 如果现在啊 我把ID6和唐1V摆在你面前 你会选择哪一款车呢 欢迎在评论留言下面告诉我们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